好 我们来讲第1492个地 来 同学们这里看 我们来看这句 我回到了这个立观 那么在这里面出现一个重点 就是回到了某地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一个return这个词 这个词注意点 它有回到某地的意思 那么它后面需要接一个to 然后接地点 翻译成中文就是回到某地 能理解吗 然后你看啊 我回到了这个旅馆 很显然这是一个过去式 那么既然你是过去式 你需要把尾阵加一地 构成过去式 那么这个to是什么词性呢 同学们想想 这个to是什么词性呢 它一定是一个借词 借词后面我们缺的就是一个名词 啊 借词后面写名词 所以它是一个主语 然后回到某地 这是一个位语 看到了吧 然后这是一个比喻 因为你这个to 它当回到某地上 它是一个不级不动词 它不能直接解冰 然后我们用to 连一下 这不就可以了吗 能理解了吧 哎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继续 1493个点 我归还了这本书 那么这个单词除了回到某地之外 还有一个意思 啥呀 归还呢 归还的意思 你借完书你不得管吗 有没有 哎 它还有一个归还的意思 那么它当归还的 你可注意点 它就直接能写比喻了 那么说明它就变成了几五多词 所以注意到 当回到某地上 它是不级不动词 但当归还讲 它就是级不动词 所以很多人不明白 哎 老师我问问你 什么叫做级不动词 同学们 级不动词就是可以直接接避语的动词 就是级不动词 那什么叫不级不动词 不级不动词就是不能接避语的 不能直接接避语 需要借词去连的 你比如这个 回到某地 它不能直接接避语 它需要借词去连 那你看 微占加避语 不就归还的意思吗 几五多词 那么这里面要注意一个问题 你要切记一件事情 微占这个词 永远不能和败给用 比如说我归还几个词 什么叫归还呢 归还就等于给用败 在这个单词当中 已经含有着败的意思了 能明白不 Return就等于给用败 所以你不能再和败给用了 也就是说 当考试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注意啊 当考试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们千万记住 Return后面不能自带 大家记住了啊 千万记住啊 所以你看 我归还了这本书 直接写成 I returned the book 主卫斌呢 急语动词吗 那急语动词还有啥说的 直接主卫斌不就完整了吗 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好了 这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点 我归还了这本书 这不就完活了吗 继续啊 第1494个点 对对对 当回到某地 不挤物 需要吐 归还某物 挤物 这一件地语 就这么记 就完事了 是不是能听懂 就像老师说的这么记 这题你就没毛病 没问题 懂吧 这题就没毛病 也没问题 是不是能懂 同学们 哎 你就记住一点 你是当归于还讲 还是当回到某地讲 想好啊 好了继续 1494个考虑 我意识到 我失去了这个朋友 重点 realize 这是我们这句话的突破点 这是我们这句话的突破点 啥意思啊 意识到哦 那么realize这个词 它有一个同一词 什么 come to realize 会吗 听说过没有吗 realize等于 come to realize 翻译成中文就是 意识到 这是一个动词 这是一个动词词诅 一样吗 不一样吗 你们看 我意识到 我失去了这个朋友 这是主语 我 意识到 came to realize 这不是过去是吗 I came to realize 我意识到什么 我失去了这个朋友 你这啥呀 你这明显是一个 编语重句 嗯 为什么是编语重句 你这不是动词吗 你动词后面不就是编语吗 你编语是一个句子 你就是编语重句 这是编语重句的主语 编语重句的谓语 编语重句的编语 能理解吗 能不能听明白同学们 reliase 等于 come to realize 意识到 那你看 这个考点一会 这题不就没毛病了吗 I came to realize I lost a friend 我意识到 我失去了这个朋友 看到了吗 来继续 我们讲下一点 下一点可是很重要 下一点可是很重要 我们要讲什么 我们要讲 英语重非常重要的 什么 非常重要的感叹剧 大家注意听 我们要讲 非常重要的感叹剧 听好 来 1495个点 我多么想念你啊 来看东西吧 这里面不出现感叹词了吗 啥呀 多么呀 那么在这句话当中 就涉及到了感叹剧的问题 老师用四句话 教会你们感叹剧 可能你们学校学四天 是吧 咱们学四句话 我念一遍 注意听 我在前几课 解课当中 已经讲过感叹剧的问题了 我们再注意听啊 感叹名词用what 感叹行妇就用how 行名夹词就用how 行名不夹what 我再说一遍 感叹就是怎么做的 感叹名词用what 感叹行妇就用how 行名夹词就用how 行名不夹what 而且还需要一个 二次身体 你们看啊 比如说一句话 单独感叹一个名词 好吧呢 用what不就完了吗 单独感叹一个行名词或副词 好吧呢 用how不就完了吗 但最难的是行名词和名词都出现了 怎么办 你看行词 你就应该用how 你要看名词 你就应该用what 那到底怎么办呢 看行词和名词 夹没夹词 行名夹词就用how 行名不夹what 听 明白 那么看题吧 第一题 多么遗憾的事情啊 这个p题 它是一个名词 那么在这句话当中 只有一个名词 所以同学们说吧 你说感叹名词用什么 啊 第一题是什么 第一个空用哪个判别技巧 你们自己看一下 第一个空我们用哪个判别技巧 你来看一下 你来感受一下 哪个 就一个名词 哪个名词啊 p题啊 就这么一个名词 你说感叹这个名词用啥吧 你说用啥吧 那么第一题 不用想 肯定是what 那还有形式吗 不用想 第一题你都不用想 肯定用what 那我啥可想呢 对不对 因为不就一个名词吗 不就一个名词吗 所以我们填的就是what 看好啊 看好 来第二个 多快呀 就一个行死或复死 你们说什么 敢判 看判别技巧 判别技巧二 敢判 行负就用号 那你用号 不就完事了吗 同学们 How fast 首字母别忘了大写 不就一个行负吗 第三 形容词 多么认真的拿法啊 多么认真的拿法啊 形容词也出现了 名词也出现了 那你说怎么办 啊 形容词也出现了 名词也出现了 怎么办 同学们 好办呢 我们用什么感叹 行名都出现了 行名夹词就用号 行名不夹what 这没完事了吗 你这个形容词和名词中间 根本没有夹死 careful boy 认真的拿法 那形名不夹 那你就what 天呗 对不对 你看 认真的拿法 哪夹死的 行名都出现了 行名不夹死 你看careful和boy 中间有词吗 没有啊 没有啊 明白吧 行名不夹what 他贴 那贴墨的呢 读了吗 再往下看 形容词 名词 中间夹词了 行名夹词就用号 看到没有 行名夹词就用号 来吧 来个号 你看那个 careful 和boy 中间夹没夹词 夹了 行名夹词就用号 你不用号能行吗 懂了吗 同学们 你看看 行名夹词就用号 这不过得吗 看不见吗 这块 有吧 加上这个 美丽的女孩 你们说吧 行词和名词中间 没有夹词 beautiful 姐爱girl 你这讲 你这讲哪个 我这没夹词 美丽的女孩 行名不夹 你说听啥 你说听啥 就这个 你听我讲 感叹句 记住 你只要记住 我这四句话 你是宝贵的 我给你们念一遍 感叹名词用what 感叹行妇就用号 行名杂词就用号 行名不夹 what 多简单 多简单 那你看吗 这个行词 和这个名词中间 根本没有夹词 判别 季小姐 行名不夹 what 完事了 哪有男的呀 然后女孩是复数 就不用夹课了 这个需要二次审题啊 你万一这个名词是单数 你不可以夹课吗 比如第二题 比如第三题 那你这个女孩 夹复数了 你还夹啥课呢 你看这句话 你不看明白的吗 你看这个 p.t 名词what 行妇就用号 行名不夹 what 行名夹词就用号 行名不夹 what 天 完事了呗 是不是 多么重要 多么重要 把它记住了同学们 把它记住了同学们 嗯 那个 记住 小出高都适合 拍一号连接啊 哎 你看 我多么想念你啊 我多么想念你啊 那这句话 你看一下 首先我想念你是一个句子 那么在这句话当中 他感叹的是一个句子 I miss you I miss you 那么感叹一个句子怎么办呢 老师告诉你们 他感叹的不是词 而是一句话 他也不是感叹名词的 他也不是感叹行词和负词的 所以他感叹的时候的句子 那这个句子是什么呢 I miss you 我很想念你 所以感叹句子 用号 或者是how much 这个大家一定要会啊 一定要懂啊 感叹句我在前几课 几个课里面都讲过了 讲过了 你就记住啊 老师二十多年的经验告诉你 你就向我这么记 你们学校老师感叹句给的你们一堆公式 背来背去的 很麻烦 在我这用不着 用不着 你就记住 把这四句话背起来之后 你的感叹句 畅通不出 再加上老师给你这个例句 那还是事儿的吗 那不就不是事儿了吗 来继续 第1496个点 这张照片带我回到了我的童年时代 来 带某人回到某地 Bring Bring somebody back to 带某人回到某地 这里面注意 Bring back 把某人带回到某地 因为你这个back是一个副词 所以你接名词需要痛绪的印象 明白 Bring back to 加地点 回到某地 下面一个 我的童年时代 怎么说呀 My childhood My childhood 我的童年时代 这完事儿了吗 第1个重点 Bring back to 加地点 第2个 My childhood 考点已会 做题全对 考点不会 努力不费 来看 这张照片 带我回到了我的童年时代 主体是什么呀 这张照片 带我回到了我的童年时代 Bring吗 过去是Bring back to 带谁呀 带我呀 这不是Bring格吗 因为你Bring不是动词吗 你动词后面不就接Bring格吗 因为它是一个动副搭配 看见没有 同学们 所以接代词放中间呢 那这不是作为语了吗 谁是Bring啊 我呀 那么Bring是一个父词 不能直接接这个 童年时代 怎么办 父词不能直接接名词 但是可以用戒词做跳板呢 那戒词后面接Bring 不就完了吗 这不就叫做戒兵结构吗 来听我分析一遍 主语 这张照片 问语 带 兵语 我 那么 Bring是父词 用戒词兔结兵语 你这个兵语是谁的兵语 是兔的兵语 回到哪了 回到了我的童年时代 你这个兵语是戒词的兵语 你这个兵语命是不应的兵语 能一样吗 不一样吗 一个是不应的兵语 一个是兔的兵 明白了吗 你对一个句子 你对词法和句法 要掌握这么深的程度 能理解吗 同学们 非常重要 继续 1497个点 这是一场 有很多知名歌手的音乐会 来看那句话 首先注意啊 分析一下成分吧 这是主语 适时系统词 这是什么 这是音乐会啊 这是音乐会啊 主戏表啊 什么样的一场音乐会呢 有很多知名歌手的音乐会 脑都明行了 看起来 知名歌手的音乐会 那么知名 有很多知名歌手的音乐会 你这不是定语吗 定谁呀 定语乐会呀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会啊 有很多知名歌手的音乐会 这不是麻烦吗 那怎么做 你看 借词短语 做后置听语 借词短语 做后置听语 能看懂不 有很多知名歌手的音乐会 那么这个有 不就是一个借词短语吗 做什么 做定语啊 定谁 音乐会啊 那么这个有是什么呢 用with 表示伴语 主语 this 位语 系统词 a concert 是表语 主戏表 什么样的音乐会呢 这是一个破借词短语 借词后面 接的是比语 借宾结构吗 有着许多 famous singers 著名歌手的 你这是行修名 many也是修饰 singers的 许多歌手 你这俩都是定语 定谁定歌手的 那么with 是借词短语 你这属于借宾结构 那么你借宾结构 联合起来做定语 借词短语 联合做定语 定谁 定concert 什么样的音乐会啊 有着许多著名歌手的音乐会 那么 为什么这个借词短语 要后制啊 因为你超过一个词了 那你超过一个词了 我还不后制 我干啥呢 那我不就后制了吗 因为超过一个词了 所以我不就后制了吗 啊 同学们 因为超过一个词 所以我不就后制了吗 明白老师的意思吗 非常重要 啊 非常重要 能明白吧 同学们 这是一场 有很多知名歌手的音乐会 这不就玩火了吗 多大个事啊 这不就玩火了吗 多大个事啊 明白了吧 哎 然后 1498个点 这位就是手里拿着一本数学书的老师 来吧 分析一下成分吧 这位 是主语 是 西东斯 这是啥 这是数学老师 数学老师是啥呀 数学老师不是标语吗 什么样的数学老师啊 手里拿着一本书的数学老师 那你手里拿着一本书 不正好做定语 定谁 定数学老师吗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学老师 手里拿着一本书的一个数学老师 能看懂吗 能看懂吧 来我们来琢磨琢磨 手里拿着一本书的数学老师 来我们看一下 怎么用啊 你这个怎么做呀 同学们呢 你这个怎么做呀 你这个伴随啊 你这个伴随是怎么伴随的 什么样的数学老师啊 手里拿着一本书吗 那这个伴随咱们怎么伴随呀 同学们看看 啊 同学们怎么看看 怎么伴随 我们可以用借词端语 完全可以啊 我们用借词端语表伴随不就完了吗 你们看看 借词加名词 再加一个借词端语 表伴随 做后执定语 是伴随状语吗 谁告诉你是伴随状语的 你修是名词 你不得是定语吗 用借词端语 做后执定语 表一种伴随状态 那你看看吧 借词加名词 加借词端语 也可以用动词 加名词 加借词端语 比如说不懂 不懂啊 不懂好吧呢 来看看 我教你写 主语 系动词 表语 这是那位数学老师 哪位数学老师啊 手里拿着一本书吗 那手里拿着一本书 你这不属于借词端语吗 完了你揭一个名词吗 完了你揭一个什么呀 就揭一个借词吗 书在哪儿啊 在他手里面 明白 书在哪儿啊 在他手里面 看见没有 借词 名词 借词端语 你们联合都一起 做一个后置定语 定词 定词老师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这是一个手里面 有一本书的数学老师 你这一堆 都属于借词端语 你做的是后置定语 什么样的数学老师 手里拿着一本书 我还可以把它写成 这种结构 来读解吗 来读解吗 我还可以把它写成这种结构 手里拿着一本书 哎 看着他手 这个手 看好这不是书啊 一本书在他手里面啊 hand 来就换了啊 这就是那位数学老师 别动啊 别动 注意看 注意看啊 什么样的数学老师呢 来吧 这会不手和脚的问题了 我这会用动3G 你们看行不行 来吧 动3G是不是 来 holding 拿着握着 名词握着啥呀 拿着啥呀 拿着一本书 拿着一本书呗 a book 这本书在哪啊 在他手里面吗 in his hand 来你们看 动3G 动3G 名词 名词 这次短语 在他手里面 你这一段什么意思 你这一段不就是动3G做后织语 不还是修饰数学老师吗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学老师 这是一个手里拿着一本书的数学老师 这不就玩活了吗 所以你们看 借此短语 可以做后织定义 动词Ig形式 仍然可以做后织定义 你们看多么重要 多么重要 你就不学能会吗 包好 所以 就是 你可以 吃 ladies 品